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你的身手还不错吗 是在拦着我有什么事吗 你是今年的第一 我呢 就对第一感兴趣 不如我们来比划比划 你看今天怎么样 还是不了吧 雪原禁止四下约战 你 痴子也太过分了 别生这么大气 你现在愿意跟我打一架了吗 阿瘦 有你怎么说话的吗 阿姐 县主 随便违反学院规定可是会被罚的 我当然知道了 要不是我招着的他 为什么对我说这个 你这平衡练得也太差了 一个小石头你就下来了 不如你先跟我打一架 我再教你个训练的好办法 不用了 多谢世子好命 好心提意见也不行啊 我是不会和世子打架的 为什么 我们可以找个没人的地方 让我姐给我放风啊 绝对不会被先生发现的 我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了您和世子 您可以提示我吗 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我没有得罪您和世子 那为什么世子总是找我的麻烦 我知道了 我这就去说他 让他不要再找你打架行不行 那就希望县主说到做到了 不许再去打扰蓝空青 你姐我现在在他面前根本抬不起头啊 本来你在他面前也没抬起头啊 怎么全怪我身上了 要不是你老去找他 我至于这样吗 对了 你说的训练方法 在下有个法子 可以解决县主的问题 什么方法 说来听听 阿少 她其实只是想和蓝姑娘做朋友罢了 真是想做朋友 要 只要能说到蓝姑娘来 以后县主 就不会夹在他们两个之间左右为难了 你 你确定吗 我只是要劝说她就行了吗 怎么觉得这办法 有哪里怪怪的 办法有没有用 一事便知 在下相信 在下相信 县主可以做到 我 我尽量试试 在下овать那她 你看听说 即城 这吃了 一碗 他就做一碗 比如世子不会再来 找我麻烦之类的 是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 我弟弟是想跟你化敌为友 晚上他做了最拿手的考议 给你赔罪 没想到县主也并非 信守承诺之人 蓝姑娘 李公子世家大族 也会来做说客 蓝姑娘聪慧 若是不与赫连姐弟交好 恐怕在这书院里 也难以安心学习 学院之时 权贵岂可干涉 还是说李玉公子 也像名利卑宫屈膝了 蓝姑娘大可不必 为在下操心 阿少并非你认为的 纹固子弟 这些天他的所作所为 难道不算 纹固子弟吗 有些人 只有接近了 才知道本性如何 贺连少 从不会让人失望 前些天的闹事 纵马伤人案 就是阿少催彻 将犯人捉拿归案的 虽然因此违反了怨归 但也由此可见 赤子之心 蓝姑娘以为呢 在下言尽于此 今晚小燕 还请蓝姑娘 不容出席 你们俩到底能不能行啊 我鱼都要烤糊了 还要是不能 还要是不来 那也是因为你 就你做的那些事 他没告诉先生 就算你走运了 那我现在 不是给他赔罪吗 他都不来 姐你是不是 没给他好好说啊 这又关我什么事啊 你可算来了 正好这鱼也好了 快吃吧 吃呀 你不是最喜欢吃烤鱼吗 靠我干嘛 竟然和我梦里的 一模一样 难道 这是个日之梦吗 难道蓝空青 将来会和阿绍在一起 不会吧 你在做什么 还睡不睡了 睡 马上就睡 我不打扰你了 自从晚上回来 喝连碗就不对劲 他想干嘛 不知道 我只会 你带来 吃烤鱼